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经夫子住 第七十二节 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林彪及其同伙武装政变 刺杀毛泽东的阴谋虽然失败了 但真正的失败者也包括了毛泽东自己 林彪事件的败露 在全体中国人心灵上引起的震撼 胜似一场精神热合战 人们不能不开始思考 毛泽东亲自培养 指定的接班人亲密战友 副统帅林彪 最后竟然要刺杀毛泽东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人 毛泽东的神话开始破产 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开始破产 文革初期的受害者 冤屈者被利用之后被发配到边疆 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数千万红卫兵 都开始在心里诅咒 毛泽东瞎了眼睛 培养了这样的奸臣 自古暴君用奸臣 对于林彪的击毁人亡 最兴奋的 要数那些两年前被毛泽东 林彪解除了军权 军职的中共元帅 将军们 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位帅外交家在文革初期直言满天下受到了红卫兵的强烈冲击 他曾经于1966年7月讥讽毛泽东市干刚独断 他曾经于1967年2月参加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 当面怒斥毛氏夫人江青 亲信康生 张春桥一伙的胡作非为 他曾经在被红卫兵揪斗之后 带了高帽子去接见外宾 他曾经在浸若寒蝉的八戒十二中全会上 为刘少奇说话 是周恩来拼了老命保护了他 因为毛泽东 林彪 江青到底也没有抓到他搞阴谋诡计的真凭实据 何况他的三爷老部下素欲 许是有 叶飞等人都是威震一方的大军区司令 搞得太急了 难保不引火烧身 陈毅像其他的几位帅一样 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 被解除了他所担任的所有的重要职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据说还是毛泽东好说歹说 做神做鬼 说服了左派大员们 让陈毅作为右的代表 保留了九届中央委员一职 用陈毅本人的话说 干了一辈子 屁都不值 他被赶出了中南海 全家迁到北京南郊丰台区的 一座四合院里居住 闭门思过 形同软禁 其实 他已身患癌症 但陈毅刚直不阿 面折停征的品德 却是举国皆知的了 1971年9月12日中午 毛泽东在南方逃离了 林彪部下的谋杀 成专列抵达丰台 因情况不明 毛泽东不敢贸然进入北京城内 只得暂时驻到陈毅府上去 见了陈毅 毛说 陈司令 我差点在南方丢了老命 林彪当面喊万岁 背后下毒手 孙子兵法上说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又说 静如处女 敌人开护 动如脱兔 敌不及剧 这回 我要看看 谁斗得过谁 陈毅回答得很简单 也很坦率 石白似玉 坚定四贤 主席 文化大革命 已经闹了几年 谁中谁间 现在该看得清了 毛泽东只在陈毅府上 留了几个小时 跟坐镇中南海的周恩来 取得了联系 召开了北京军区负责人 紧急会议 对北京防卫做了应急部署 命令中南海警卫师 分别把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 吉黄 武 李 邱等人包围在他们各自的住宅内 并立即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市广播电台 新华社 人民日报社 部署停等 毛泽东与黄昏十分进城 回到中南海内的住所 毛泽东走后 饥饿如愁的沉意兴奋不已 不停地给元帅们 副总理们打电话 相互庆贺 道喜 他大喊着拿酒来 拿酒来 但医生早已禁止他喝酒 这天 却实在拗他不过 只得让他痛痛快快喝了个够 他边喝酒边大叫大笑 林秃子 你也有今天 林秃子 你天良丧尽 坏事做绝 得到了报应 就在喝酒后的第三天 陈毅身上的癌细胞迅速扩散了 立即被送进三欧义医院抢救 癌症的折磨虽然使得陈毅临终前痛苦万壮 但他却是带了微笑 离开这邪恶的世界的 1972年1月10日 陈毅的追悼会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追悼会由周恩来主持 却被临时延迟了一个小时 参加追悼会的中共元帅 将领及党政大员们都不明就里 却说毛泽东自从受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之后 身体垮了下来 每天在住处昏睡 由一支50多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24小时的守护着 1月10日这天中午 毛泽东忽然良心发现 从昏睡中醒来 穿着一件直条纹的长睡衣从床上爬起 嘴里呢喃着陈毅 陈毅就直朝门外走 陈毅去世的消息 周恩来曾经报告过毛泽东 但为了毛的病体 并没有报告他为陈毅开追悼会的具体日期 医护人员赶忙上来扶住毛泽东 问伟大领袖要上哪里去 毛泽东步履蹒跚 一边继续朝门外走 一边说 去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 医护人员这才大吃一惊 但他们谁也不能阻拦伟大领袖的行动 只得由张玉凤立即给已在八宝山公墓礼堂的周恩来打电话 报告了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的信息 其实公墓礼堂正在播放着哀乐 追悼会只得临时延迟 一个小时之后 毛泽东进入礼堂 身上就穿着那件直条纹睡衣 脚上蹬了双青布鞋 张玉凤都没来得及给他穿上袜子 毛泽东向陈毅的遗体鞠躬 他是来向陈毅道歉了 亦或是来认错了 还是他觉得需要最后一次感谢陈毅 去年9月12日中午 他落难到丰台陈毅府上 陈毅没有对他下手 毛泽东已成了怀疑狂 在那个狂热的个人崇拜的年代 陈毅的家人绝对想不到这一层 周恩来大约也想不到这一层 陈毅的家属只感到黄恩浩荡 得到了莫大的欣慰 陈毅夫人张倩抚官痛哭 老总 老总 毛主席来看你来了 亲切向你告别 九泉之下 你可以安心了 主席刚才又说了 陈毅是个好同志 我肯定是个好同志 大约 我肯定点